给你们讲个鬼故事 那就是 你们离军训没几天了 那是我大学四年最痛哭的时候 这期视频呢 贴心来仔给你们准备了 就算月生活一千 也可以轻松拿下的全套防晒 让你们军训结束之后 可以无分行精和帅气的学长谈恋爱 再来照顾一下油皮的仔 大夏天这个不好晒 那肯定是油上加油 油皮一定要用够清爽的 白菜价的曼秀雷敦新币 SPF50PA4个家 80毫升只要53块9 流动性做得很好 上脸也非常清爽 它上脸之后有那种 很清凉凉凉的感觉 友情提示 里面有添加量非常安全的酒精 第二个和诺的防晒 SPF50加PA3个家 50毫升69块钱 流动性不错 质地同样很清爽 你看看防水效果比较一般 一定要及时补涂 干皮的姐妹 我给你们挑了一个性价比肥高的 CarvilleLab的防晒 偏粘稠的乳液质地 使用感可以说是非常的滋润 它同时还能做一个装前的保湿打底 SPF50PA3个家 完全足够 豆豆鸡 敏感鸡 爆炸鸡 这就来了 德飞紫素防晒 SPF50PA3个家 需要及时补涂 它使我目前为止用到现在 敷感最好的一个纯物理防晒 推开之后非常的水润清爽 没有特别明显或者说特别死白的泛白效果 整体上脸之后也比较轻盈不会搓泥 记好了 您敢去选纯物理防晒 一定要选这种使用感比较好的 最后一个DWG的防晒 绿色版本 这是一支纯物理防晒 就防晒效果方面 它要比物化结合和化学防晒好很多 整体比较偏滋润 非常适合用做一个妆前的打底 沉磨速度也很快 也不是很泛白 而且这个防水效果做的真的很不错 保湿效果也很好 最后的最后就是我们的身体防晒 宜威亚的防晒 SPF50PA三个家 140毫升才60块钱左右 用过的人都知道 它这个肤感做的真的特别棒 推开之后你们肉眼可见的这种水润 就用到我们这种容易出汗多的 脖子以及手臂上 一点都不会觉得黏你 Disting的小蓝帽 泰国防晒的防晒能力 也可以说是卡得死死的 SPF50PA三个家 它们改进之后不管是味道还是成分和质地 都做的比以前棒 整体上升可以说是非常的清爽 而且成膜非常的快 最后温馨提示 用这个防晒 它一定要用够亮 还有一点就是 军训的时候我们流汗多 不要去化凌妆了 补防晒就要更加勤快一点 今天我说的这些可以说是满足所有 B字幕惊了 B字幕惊了